大家好,我是阿虹 今天做的五花肉焖腐竹 我很喜欢吃里面的腐竹 因为它吸把了汤汁,很下饭 它也是我们客家人餐桌上常见的一道家常菜 把五花肉洗干净之后切成块 装盘备用 接下来把腐竹爆香 等油温溜成热的时候就可以把腐竹加进来 快速地翻动一下它 不然容易糊 起很多小泡泡就可以捞出来了 剩下的油不用盛出来 就用这个来炒五花肉 淋一些料酒,气心增香 蒜粒跟姜粒加进来爆香 接着调个味 一勺生抽 一勺老抽 一点盐 一点蚝油 给它翻炒进去 提前泡发好的香菇加进来 腐竹也加进来 再淋上刚才泡香菇的水 大概有一小碗的量 大火煮开之后再转到砂锅里 小火焖15分钟 时间到了 最后再给它勾个薄芡 出锅之前再给点葱段 就可以了 关注我每天分享一道家常菜 再见